那接下來這個 因為有很多朋友 他這個骨質疏鬆 那我們剛剛講的是減肥症 我們來關心補骨症 那請教王醫師 什麼叫補骨症 補骨症就是說我們 一般就是待會兒在家人家說 你煮什麼 如果說骨子疏傷的症 說一句阿嬤聽不懂 如果說補骨症他就聽不懂 原則上就是說我們骨質疏鬆的人 需要促進骨質 然後預防骨質流失 所用的症叫補骨症 那其實他就分為三種 一種就是抑制骨質流失 就讓骨頭不要繼續破壞 就像我們骨質 原本正常的骨質像這樣子 應該很致密 正常是這樣 再看看 正常是這樣 正常是這樣 然後你看疏鬆之後 他的孔洞都變大了 然後那個致密度就變少了 這算很嚴重嗎 對 這算骨質疏傷 這就是疏傷 對 兩隻比較一下 好 大家再看看好不好 來 攝影 差很多 對啊 很可怕 這樣就感覺出來 對 有一個空很多 一個都很致密的 那一隻空空那一隻就是 骨質疏鬆的代表 對 空空這隻如果拔倒 就在那邊撥去就回來了 就變成骨質疏鬆性骨折 所以我們因為這個會出鬆 有破骨細胞把骨頭吃掉 所以那骨質疏鬆真的有分三種 一種就抑制破骨細胞 抑制食骨細胞 讓它比較少 或是讓它吃到這個藥 撈去 或是讓它不要活化 就抑制骨質流失 另外一種是 煮下去之後造骨細胞 讓它生到一個骨頭 這骨質形成的藥 另外一種就是同時抑制骨質流失 又促進造骨細胞 就希望讓骨質疏鬆 像這個已經都疏鬆了 這邊疏鬆了 它要讓骨頭變得比較粗 比較用 就是要煮那個有促進骨質形成 或者是同時抑制骨質流失 促進骨質形成的症 所以疏鬆 那個就是變成裡面那個細細的事實 我們說一條一條 這叫骨小梁 它要很粗的 還稍微黏才好 它如果沒有很粗 它變得很細 然後沒有連結在一起 甚至有斷掉了 這是骨質疏鬆 像這種一跌倒 它就會骨頭就會壓扁 有十天有人真的這麼嚴重 有啊 有啊 我之前我問了一個病人 是阿嬤你不會菜 他就是每天都要把蔬菜洗好 整理好要帶著去菜市場賣 他說歐頭買 然後踩摩托牌是要我們腳打下去 對 扭起來 他總是說 他有痛一下 他就說今天怎麼閃到 然後閃到之後就是去 自己買油或是倒股油 過了一星期 還要痛 痛到站不站 然後就來醫院 就一趟 我們正常的骨頭要像這樣子 刺刺方方的 來 再拜託一下 聖大哥可以拍近一點嗎 像這樣刺刺方方的 最後他的骨頭合起來像這樣 閃起來 對 閃起來 閃起來 就是說壓迫性骨折 所以他不是優陷到 他是骨質疏鬆 因為外力全會引起壓迫性骨折 這種就很痛 這個骨頭斷了 兩骨含鬚的 我看沒有 為什麼 他本來是一隻一隻 本來一隻一隻要這麼用 來 看一隻 本來是最小的那隻 對 這麼大隻 他就是 他裡面變得無字蜜就像這樣 比較疏鬆 對 如果有外力量 抵折什麼 他又給我縮起來 對 骨頭 中骨閉起來 中骨閉起來 哇 這就聽 這聽了很久 他就來 那是脊椎斷了嗎 那是脊椎骨折 脊椎骨折 對 這麼斷 骨閉起來 這次他不是分開了 對 他是抵折 抵抗性骨折 好 你如果是骨質疏鬆引起 又是骨質疏鬆的 壓迫性骨折 這次就是 第一點要讓他不會痛 第二點他說 這樣稍微比拼 不像在旁邊在嚴重 對 不一定說要開刀 可能先背架 注意鈣質的補充 維他命D的補充 然後再使用 骨質疏鬆的藥物 這樣就可以了 你會說很比拼 都不會癒合很痛 疼很久的 可能就要問到 從這裡 就從這裡剩一支架 剩到這裡來 裡面就割開了 把它拿開 他就比較膨脫 真的 最對著鏡頭 對著鏡頭 我們就用一支架 塗在這裡 那骨頭很硬 怎麼會塗在這裡 我們有他的旁邊 這個骨頭會打 他骨質疏鬆了 所以我們就這裡 我們這裡 我們這裡有一支 宽的 宽意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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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麵 那種鐵鯊 千斤在那裡 假鯊 著鏡頭 有一條香 進去就對了 一個香後 灌一個骨水 那啤酒 阿嬤又灌骨粥 其實就是灌骨髓 要把它疼起來 之後就不會疼 不過不是說這樣灌 那你是解決他疼的問題 對 讓他比較不會疼 還讓他比較不僵 不過灌裡面的東西很重 所以你頭上跟骨質 還維持就好 不然你再等一天 它就換頭上又變魚 還換骨質又變魚 所以我們不能說 骨質舒服一遍而已 就像煮一下鞋 吃一下骨也不會疼 就不要糟糕 繼續把骨質流失的問題 骨質疏鬆的問題 要繼續用魚來治療 好 這個很重要 因為台灣很多的婦女 可能是嬰兒是怎麼樣 營養不良 所以骨質疏鬆很嚴重 待會兒再跟你請教 好 那麼現在談的是骨質疏鬆 現在有這個補骨症 那剛剛王醫師有這個示範 王醫師 你剛才說的是七十歲的阿嬤 是 七十歲的阿嬤 你不會知道 他不會知道 那都是長輩七十歲 我最近有一個就是 差不多五十歲左右 像我四十八 有沒有五十了 我剛剛自己那人家用 我印象中覺得自己是二十幾歲 為了啦 你看下去幾十幾歲 然後五十歲的那個一個上班族的 就是一直在銀行上班的小姐 看起來也年輕年輕的 不過五十了 他就說他去逛街 我們台中還是中華街道都沒有別 有時候你隔壁買什麼之後 來右邊要吃飯 那一刻沒有注意 打下去 他說踩空 翻一下 他說 喔很痛 翻就不會注意喔 沒有 它沒有拔頭 它好像扔下去而已 他說他也有閃到 我說 你有閃到 不然他蓋一個電 說一閃 跟阿嬤一樣 他才五十耶 我說奇怪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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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體重多少 他一百六十五公分 體重跟剛才一樣 四十二公斤 太瘦了啦 他本來就太瘦了 我們太瘦了 我們骨頭 日常生活負重都比較少 他骨質補版本來就不夠 他又問說 你說根年期 他說 有啊 他以前根年期 他差不多四十八個根年期 五十歲 剛才兩年了 我們剛才根年期的時候 骨質流失得很快 可能會增到三十八 他就剛才是瘦了 還沒什麼運動 坐在銀行上班 沒在運動 沒有負重 他又更年期了 剛才就是更年期後的 骨質疏重症 他就很緊張 說還要怎麼樣 還好他是有早一點來發現 我們比較快的幫他煮 稍微維持住 然後還給他持平 不要說給他梯子 一直小的負二點五 看我我就透過正常的飲食 補充足夠的維他命D 大概一天到一千兩百 國際單位 大概一天到一千兩百毫克 然後呢 要適度的運動 就像那個理事長講的 要運動 該吃的要吃 但是不能吃到像我這麼胖 到時候都不是看骨質疏鬆 我覺得你也很偉大 你到底用這樣來做自己的當事 我發言 好 骨質 應該是說骨質的 你剛剛講負數 負二點五 但是T值 有一個T值叫負二點五 T值 我們正常是要多少 正常的你負一以上 負一以上 負一到負二點五 使剩骨質不良的 骨量過少 負二點五下去 對 骨質疏鬆 OK OK 好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ul c 文靜 小鈴鐺 燈